人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富裕一族来说 死后也不免要走的风光 殡葬业者顺应市场的需求 推出了百万元的豪华棺材车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轴距加长 车厢特大玻璃精心打造 这辆豪华林车上个月开入本地 至今有四组商家用过 预定林车的则有三组 其实我父亲没有要求 可是我相信他如果还在的话 看的那个辆车的话 他会蛮喜欢的 是我去世后 我是会希望有这种的林车 在我吧 不像传统的有花 那些很大量的 在本地 三到五天的殡葬配套服务价格 从3888元到4888元不到 经济逢波的发展 新加坡的顾客 对于殡葬的要求也不断地增加 所以在我们的公司呢 就从 德国制造的这个马赛地 是英国拐杖的进口到新加坡 这个是全亚洲第一辆 这辆林车不独立出租 要用它上股 家人至少要回顾 18888元的配套服务 死者已隐 这样的花费有必要吗 既然是给我们自爱的人嘛 所以这笔钱其实花得还是蛮划算的 最重要就是给他一个比较豪华的最后一层 送他最后一层 我会选择他在世的时候 我会疼他多一点 而不是他走了 做很大的那种的行事 新传媒新闻记者 五两三报道